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2020钱贵大火造成了六死七十二伤 检方依照故事致死等多项罪名起诉了 包括了钱贵董事长练台生等人 那么现在判决出炉 施工酿成意外的 这个电梯工程包商被判刑三年 连正副店长通通都被判了一年以上的徒刑 但下令一边施工一边营业的练台生或判无罪 判决的理由是 因为钱贵的业务是属于分层负责 因此练台生并不涉及刑则 不过检方的起诉书指出 当时钱贵要争设一个电梯 本来规划要施工期间暂停营业的 但是因为考量业绩收入会受影响 结果练台生就和干部大家讨论之后 决定要一边施工来一边营业 结果施工的过程当中 练台生自己还跑去现场巡视 但现在练台生却获判无罪 如果下指令的人都无罪 那底下的正副店长为什么有罪呢 还是说这个只要练台生 他不是亲自去施工的人就没有责任吗 还是说我们的司法家碰到和绿营交好的人 难道真的会转弯吗 董哥怎么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子这么久 现在才判都已经有问题了 四年多耶 各位想想司法三审 那你如果三审定案不是十二年吗 那大家看会觉得公平吗 所以是外界一直在呼吁 那到上个月的二十六号 应该是四周年也没有看到一个结果 那我们知道电台生他的两家电视台都是非常胜利挺利 他们只监督在野党 只骂柯文哲和国民党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像这种方式 立营当然会有一些要筹庸他的 那这个案子他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钱贵因为他们电梯 那是要施工 那施工期间他成为一个工地 还能不能继续营业 那依照检察官收索的资料 认为电台生只是店长跟户店长说继续营业 又施工期间不营业 我们就少赚很多钱啊 所以他曾经去过两次 这两次就是2020年各位朋友 2020年是什么年 2020年1月 蔡英文打败韩国瑜 然后1月到了月底以后 大家记得新冠病毒开始 大家记得吧 3月 3月那每个人都是在戴口罩 你要把那个时间讲 3月6号 4月16号 练台生两度到工地去做指示 赶快施工 这个是在他现场的工地的日记里面都有记载 电台生到法庭说 我都不够问 我那边也不熟悉 我也不太关心 那都是店长和副店长的事 所以店长跟副店长还有其他的人 有四个人被判刑 通通变缓刑 这四个人过失致死变缓刑 电台生无罪 各位朋友 那到底谁要坐牢吗 没有啊 就告诉你没有人坐牢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样的判刑 你说六条人命怎么会这样 没有错 我刚刚告诉你的情况就这样 那为什么练台生无罪 他说我是分层负责 法官才信的说他是分层负责啊 他根本不管那里啊 不管那里啊 他都气两次被 都被证实了嘛 那你今天看到了整个法院采取 电台生的说法 其实我们一些朋友早上在讲说 5月25号要 5月15号要先办 你今天会怎么样 每个人中口一直说 电台生当然无罪啊 各位司法现在已经这么荡然了 对不对 电台生无罪 丘利利没有会显 你一件接一件把它剖开的话 会发现说 台湾很多事情都很奥妙 司法亲历已经亲到匪夷所思了 我老实讲 你今天如果看这样的判刑 你会觉得说 那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为什么要搞四年多 因为我们要想方设法 让他无罪 我们要找很多名目 来告诉他 告诉大家说他为什么要无罪啊 所以每天在替 练台生开脱 那这份判刑书 其实应该叫做练台生的答辩状 就是里面都讲了 他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所以你看到台湾最大的悲哀 也是民进党最厉害的武器 就是怎么样 司法 我告诉你 民进党就是掌握司法 你说最后由司法来决定 没有错 司法是亲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媒体 不听话了就把你关了 那听话了 听话了像 敬周刊我们就送你一家电视台 敬电视嘛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 要跟他邀个资料还推脱了 要不是林国臣委员他们 大力要求那个 现在资料还邀不到 送来 要这样千呼万万才要得到资料 你反正现在什么时候要 被行政机关这样去看清呢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民进党有恃无恐 司法跟媒体 那当然这是前民要支持一些正义之声来对抗他的 所以大家也觉得蛮奇怪 就是说一个施工的包商被判了三年 但是下令要一边一夜还有一边来施工的结果却无罪 这样真的很合理吗 立文 那卖私烟的呢 总统府就直接走私烟 高层有事嘛 对嘛 那叫超买 可是基层有事啊 得去顶罪啊 可不可怜 倒不倒霉 不是高层叫他做的事情 高层叫他说他敢说不吗 做了以后呢 做了以后他被判有罪啊 上面有罪嘛 上面没罪还升官 那现在呢 蔡英文就是一个大清仓的概念嘛 对不对 陈水扁也特赦啊 练台生也特赦 这不是特赦吗 这实质的特赦 我们的司法刚不就讲了吗 丘利利不叫买票叫换票 狗腿是善意的 不是侮辱 对不对 那今天练台生是什么 我们林国成委员在这里啊 我问你 卓榮泰 不是卓榮泰 赖清德 卓榮泰太小咖了 对不起 赖清德 赖清德都要听练台生的啊 为什么 因为NCC的主委硬生生的被换掉 背后的大咖媒体大亨是哪位 那请问 如果赖清德都要听他的 那法院还敢判他吗 以前我们一句话啦 说有钱破心 没钱破心啦 有钱人 对不对 法院都买得通 现在呢 不只有钱而已啊 所以当你司法 媒体 为什么 蔡英文可以玩得这么开 然后呢 他呢 最在乎的还是NCC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他的政权有多么的重要 那其中的要角是谁 三名字里头露了一个 就是我们伟大的练动 对不对 六条人命算什么 六条人命算什么 你觉得你的命是命吗 台湾人的命还是命吗 你去问问赖清德 问问蔡英文 问问伟大的练动就知道了 那今天台湾还有你还记得当时的这场大火吗 这些人死得有多冤啊 这就好像我们看很多那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嘛 那你花钱买凶啊 所以是凶手有罪啊 花钱的人无罪 因为我是分层负责啊 对不对 我这是叫做分层负责 所以权力越高 钱越多的人 他不会弄脏他的双手 他永远没事 那你下面执行的人 你敢违背大老板的意思吗 那你不就工作没了吗 那你照他的命令下去做完了之后呢 有罪得是你去扛啊 这台湾这是什么社会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